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段经文中,有一句话是重复出现的 耶稣对门徒说,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他指的是圣神,意思是圣神要光荣耶稣 把自己所听到的传告给宗徒们 圣神光荣耶稣,如同耶稣光荣圣父一样 耶稣带给我们的教导是唯一的 发源于圣父,实现于圣子,完成于圣神 通过耶稣的教导和圣神的启发 我们能略微认识三位一体的天主 在真理之神的指引下 我们将明白耶稣的教导 深刻认识真理的含义 如果没有圣神的辅助、领导和光照 我们便不能认识耶稣 更谈不到爱慕耶稣 想要深刻认识真理 需要我们用心领悟 专心碰触圣神的启发 让生命的智慧贯彻于我们整个的身心灵 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耶稣说,凡负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可见耶稣愿意将所有的一切分享给我们 正如读经中保禄说的 天主将生命、呼吸和一切赏给了众人 他离我们美人并不远 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 在主内借着圣神 我们获得了超越世间一切财富、名利和荣誉的宝贵真理 这真理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自己 找到生命的根源 像主耶稣一样 在有限的时刻里绽放出美丽的人生 主耶稣 求你赐给我认识真理的智慧 在圣神的推动下 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你内 活出有价值的生命 也愿我们每个人都珍惜所领受的一切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